這題它說,現在有三個平面 它叫一點 那要證明說,這個行列是不會等於0 好,我們看 這個N1 這個向量 就是第一個平面的法向量 是N1 不對 AB AER B1 CE B1 第二個平面的法向量 是等於A2 B2 C2 第三個平面的法向量 是等於 A3 B3 C3 好,那如果這三個平面要交一點的話,首先 另一兩個平面都不能互相平行 好,我們現在講一下 第一個平面跟第二個平面的話,不平行 那不平行,它就會交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 它的方向向量呢,等於多少 就等於N1 C2 N1就是第一個平面 這第二個平面 第二個平面的法向量 N1 跟第二個平面的法向量 跟第二個平面的法向量 我給它呢 起YG 就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交線的 這個什麼 這個方向向量 會交一下直線 它的方向向量 這個方向向量的話 這直線 不能跟第三個平面平行 不能平行 平行 平行 第三個平面 方向向向量 好,那也就是說 這一個什麼呢 這條直線 不能什麼呢 不能垂直於 這個什麼呢 這個平面的方向向量 這個方向向量 跟它垂直 不能垂直於 第三個平面的方向向量 也就是說這個向量 N1 Cross N2 多等 N3 不能等於0 但是這個剛好什麼 剛好就是這三個向量的3G 3G就是它很類似 就等於 A1 B C L B2 C2 A3 B3 C3 好,也就是說 這個三G雷就不能等於0 那這樣就得證了